所以积极进行 我们党全代会正在进行 台下的中央委员徐振文 却跟其他党代表爆发拉扯 帽子男从背后冠徐振文一拳 让他倒地连眼镜都喷飞 原来是党代表不买徐振文拼命发言 当场上演全武行 来与全代会上 还有党代表对朱立伦 活力全开 质疑主席凭什么指定 接近一半的中常委过度揽权 中常委的名额 减到25席 主席要提名十名 这已经违背了民主的原则 那以后大家都不用选了 我只要去捧 主席的屁股就好了 主席就提名我 我就是中常委了嘛 台下发生四起 让台上干部们好尴尬 共党全代会不平静 努力营造的大团结气氛 危机四伏 朱立伦跟22名县市长参选人 一起挥棒打击 定调全党力挺林姿庙 但自家战将态度很保留 目前为止已经进入到 所谓的司法的程序 在司法没有任何定论之前 每个候选人都应该为他自己的清白 跟权益做最后的一个打拼 那这一点我持保留了一个态度 任凭各界质疑 朱立伦硬要挺到底 摄滩的林姿庙 则成了全场焦点 林姿庙头第一在大批媒体包围下 被挤着走出全代会 朱立伦在全代会上营造大团结 更要巩固主席权力 但团结的表面下暗潮汹涌 先选格子冈留安静止海中 SNG属 超远报道